亚洲电视下个月8号将会转用新台肺 新的台肺会以ATV三个橙色的英文字组成 代表亚洲电视进入数码广播新年代 亚视董事兼营运总裁何定军相信 新股东入住之后 亚视将会有一番新的气象 将会制作暂新的资讯节目 亦都会制作电视剧加强本土化 不至于亚洲电视过去不同年代的台肺的转变 由罗振邦带我们去看看 有亚视台肺的麦牌跨过不同的年代 去过不少的地方 亚洲电视记者 在加南首都阿克乃 在深圳报道 在新竹报道 在越南建港报道 在印尼亚齐省班达亚齐报道 半个世纪以来 亚视的台肺经历过多次的转变 由50年前这个麗的影声的台肺 70年代麗的电视 80年代初这个好像前辈的台肺 到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台肺 都已经用了近20年 下个月8日 亚视将会换上这个新台肺 这个橙色的新台肺 用了亚视的英文宿舍 来自英国的设计师Sandy说 新台肺里面 将亚视英文的A字 设计成好像数学上 代表无限的符号 Infinity to me represents for ATV non-stop entertainment around the clock news that we were trying to achieve is modernizing ATV and making it fresh and friendly 其实一个电视台 要换新台肺 一点都不简单的 就以新闻报来说 除了新闻播出时 这个片头要改之外 记者出街 采访时用的麦牌要转 还有平日我们派的名片 上面这个小小的台肺 也都要改 Philip在亚视做了40多年 他手上这几张名片 代表了亚视不同年代的发展 最早就是荔极影声 荔极影声是一颗星的 香港进入了电视的时代 接下来就是RTV 荔极的台肺都是黑白的 黑白广播 这个金钱就是象征财富 再下来就是这个篮球 就是象征团结 我们上下团结 搞好这个电视事业 整个计划会在明年4月结束 环保署会根据 家飞机所得到的资料 进行详细的分析 随着时代转变 不单止人的样子会变 就连我手上这枝麦牌 都会换上新装 下个月8日和大家见面 艾州电视记者罗震邦报道